积极朝向零碳牌目標邁進 華聯縣政府採購177輛電動機車 要給十三鄉鎮市村里長來公務使用 縣長學生為特別前往吉安鄉進行剝交儀式 除了欺勉由村長們帶頭響應減碳政策 也叮嚀村長們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 服務鄉親的同時也要注意自己的行車安全 18輛電動機車排在吉安鄉公所門口 18村村長也都認真地學習如何操作這輛電動車 這是由華聯縣政府為了推廣 減碳零排放政策 為全縣177位村里長購置的電動機車 謝謝華聯縣環保局 謝謝縣長徐振偉 波用給我們吉安鄉18台的電動機車 讓我們可以在服務的時候節能減碳 讓我們的碳排放量來減少 而且可以擁有捷徑家園守護環境的好能量 在村長的方面 他們每天要進行百次以上的服務 也希望能夠透過這些電動機車公務的使用 來減少我們的碳排放量以及捷徑的維護 希望我們的家園越來越乾淨越來越棒 也達到了縣鄉協力落實節能減碳在吉安 22號下午吉安廠的播交儀式 縣長徐振偉親自到場 除了其緬由村長們帶領响應減碳政策 縣長也叮嚀大家騎車要戴安全帽 今年我們特別177個村里都配置了我們的電動摩托車 第一個精靈碳排 第二個也示範花蓮是一個永續乾淨的城市 從今年我們宣示永續花蓮動起來 那記得騎車一定要戴安全帽好不好 這是我們村長一定要以身作則 感謝大家 健康快樂 謝謝 這18輛電動機車屬於鄉公所資產 將交由村長們做公務使用 鄉公所也呼籲村長們要妥善保管 正確其成 讓縣政府的美意能夠發揮最大效用 借旅會 吉安鄉報導